新聞日報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大碟 大家可能會比較擔心 關於整個盤市的看法 跟未來的操作方向 好 待會我們詳細做解說 仔細聽我們來仔細看 台北股市今天早盤 就直接開低一路震盪走低 那跌了快300点 起货是跌300多点 台北股市今天一跌下来之后 就被打趴在地上 那各位你去想一下 昨天美国股市没有开盘 感恩节没有开盘 怎么搞的没有开盘 结果台北股市大跌 那现在不是只有台北股市大跌 你看亚洲股市 上海南韩日经 肯申全部大跌 日经还跌很多 跌了差不多3% 恒生跌了2% 这个跌1%多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也跌了1.5% 我觉得也算蛮合理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为什么会跌 昨天美股没开盘 那各位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有时候我们在跟大家分析的时候 我都说我去解未来 那未来要怎么看 其实从国际金融这个方向 你可以抓得到 你想想看 今天礼拜五 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里面有跟他讲 我就说 这个礼拜的重点 一个是通膨 这跟美元有关 一个是美股 有的时候跟它的月线有关 有没有 好我们来仔细看 这个礼拜以来 整个全球股市的走势 你会发现到 好像都不强 为什么不强 11月10号 那时候我就有跟各位讲 11月下旬 高科技股会破月线 对不对 你看都已经 11月上旬左右 还不到中旬 我跟你讲 11月下旬 高科技股会破月线 好我们来仔细看 美股有没有破月线 有吗 道琼破月线 先破 高科技股也破 然后在礼拜三的时候 稍微弹一些下 还是在月线附近 都没有走攻击 对不对 好那各位你就会发现到 那既然你的美股 这地方面临到月线关卡 那当然全球股市 不可能走强 可是亚洲股市 为什么那么弱 因为跟通膨有关 什么意思 你注意看 礼拜一就跟各位讲说 这个礼拜三 四左右的时候 美国要公布PCE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PCE你要注意一下 结果呢 他再创30年以来的新高 对不对 那时候我就说 PCE居高不下的话 接下来会 市场的氛围 他就会进入到哪里 就开始去讨论升息 是不是 之前还在想说 要不要缩表 结果呢 现在已经在讨论 明年要不要升息 好那各位 这就重点来了 当你去讨论 这些议题的时候呢 美元是不是在创新高 对不对 好 那当美元一创新高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你看我们现在都是用逻辑性的去推理了 当美元创新高 你外资在亚洲市场 它一定会有会损 没错嘛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今天整个亚台股是这样子跌 美股修饰结果呢 亚洲盘全面都在跌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 是不是 好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很多时候 我在跟你分析的东西 我说我们去解未来 那当然未来怎么样 大家不知道 可是我说 你可以从国际金融这一块 你去得到未来到底会发生什么状况 我说我们去逻辑性的推演 好股市场你都理论依据 我不是去凭那个什么盘感啊 什么感觉没有 有很多重要的数据把它拿出来看 我们可以去慢慢的去看整个盘 它未来怎么走 那我也不是那种神经病的操盘 那种解盘法 什么叫神经病解盘法 自己的股票跌翻天 然后每天拿那个涨的股票 跟你讲这个不可以 所以每天去骂涨的股票 我觉得那些言论 那些分析对你都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那当然今天台北股市跌下跌了快300点 很多人担心啊 到底这个盘 它是不是走空了 那是不是走空了呢 好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又在礼拜二的时候 我又跟大家分析嘛 我说是不是走空 看两个指标啦 第一个韩股嘛 另外一个就外资的仓位嘛 因为你美元创新高嘛 它会影响到外资仓位 好我们先看韩国股市了 韩国股市今天也是跌下来了 但是呢 我在礼拜二的时候也跟他讲 接下来的韩国股市 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在哪里 在这里嘛 前低会不会跌破嘛 如果你前低跌破的话 你前面那个 这次的波段低点啊 就岌岌可危嘛 那到现在为止 当然今天跌下来还没有破嘛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没有很强 对不对 好 所以呢韩国股市到这个时间点呢 它真的是 但是还在走区间啊 目前来看还在走区间啊 那另外一个指标呢 在外资的仓位 好所以咧 外资仓位我怎么跟你讲 上个月的空单最多是2.3万口嘛 到昨天啊 感恩节休假之前呢 外资的空单是来到2万口 还没有突破前低啦 那重点应该是突破 如果说 它的空单来到3万口的话 那压力会更重了 那目前来看 是有缓慢增加 但是呢 也还没有来到那个警戒区啦 好所以呢 如果我们就从这两点来看 是不是走空 韩国不强啊 外资仓位空单也稍微有点增加 但是这两个指标 都还没有达到那个警戒的位置区 所以盘要怎么看 我就跟他说 今天虽然跌下来了 但是我认为 还是先把它看一下区间啊 因为你后面要去看一下 美股的走势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台北股市后面要怎么研判 你看又来了 你还在 你还在看今天 股票可不可以买 然后这个盘今天涨跌了 我昨天礼拜四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讲了 12月上旬 最慢12月上旬会破月线 通膨加剧嘛 我昨天是不是都在跟你解这个内容 对不对 好 来仔细看了 当然你会说 老师12月上旬 今天已经破月线了 对啊 今天跌比较凶嘛 今天破月线嘛 那代表什么意思 月线不会是支撑啊 朋友你来仔细看啊 我昨天怎么跟他讲 我昨天也跟他说嘛 我说这个盘最佳的模式 就是稍微走一下区间嘛 但是你这个区间盘 你到时候月线上来 你还是会破月线啊 这样的走势会像什么 就会像我之前跟你讲的 美股的走势是一样的嘛 这时候也破月线 对不对 好 那当然你这个破月线 我有跟他说嘛 你现在要看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 你现在外资的期货仓位 跟韩国股市 有没有继续再走低嘛 如果这要再走低的话 当然对盘市影响会很大 但是呢 目前还没看到 我说就算破月线 我还是先把它看区间 暂时先看一下区间 那重要的关键指标 就看这两个 对不对 好 那当你在这个看区间的时候 当然还是要留意啊 会不会韩国股市太弱 或外资期货的空单增加 那到时候呢 这个地方你还是要预防 它会不会下跌嘛 对不对 那我昨天也跟他讲啊 你看那个融资一路增加嘛 如果说他这个地方一直盘 你融资又一路增加 到时候所有国际金融的讯号 如果说不好的话 这一跌下来 这就叫做什么 是在又多盘头嘛 是不是 你看好像这都昨天跟你讲过嘛 你会发现 哇怎么搞的今天盘是大铃 所以这样的盘是到这个时间点 最佳的走势啊 它就是维持区间 那目前美国股市也没有让我们看到 比较明显的下跌 所以我认为啦 还是先把它看区间啊 那当然这种盘今天一跌下来 大家比较担心啊 会想说 到底这盘怎么办 个股怎么办 好那各位 我今天测试标显得很清楚啦 操作的重点在哪里 还是去抓轮动 这波的盘一起来的时候 我就有跟各位讲 不要每次涨起来你都用追 股票呢不涨你不满 然后呢涨起来的时候 你再看可不可以满 朋友你想想看 我说我希望我的节目对你有帮助啦 所以我一直都跟各位解未来盘 我说解盘的目的是为了赚钱 但是像这种震荡盘 我要怎么赚得到钱 我最近都跟他说啊 去抓轮动啊 那什么叫轮动 不是说股价涨起来之后啊 再叫你拼命去追 去追高点 什么样的股票没有动 我们在低档 可以先把成本压低 这是我跟他说的 很多时候 你要股票市场一定要赚起来 你要去了解到 你的成本到底对不对 什么叫成本 股票没有涨 指数还没有涨的时候 你都不会满 等到个股涨上来的时候 你就拼命去追 你这样每次都帮别人抬轿 你怎么赚得到钱 好啊用讲的比较快啦 那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来仔细看啦 这个盘到底 它的轮动会在哪里 朋友我跟他说过啊 你看我节目你赚得到钱啊 为什么 方向在哪里 你要怎么去做 我们在节目里面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注意看 这个盘我之前跟他讲 11月10号上上个礼拜 那时候我有拿两档个股 我说后面有一个族群要动 有没有 这两档我有公开啦 一个是奇力薪 一个是要大亿 那这两档个股呢 是做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啦 跟被动元件有关 对不对 好那时候我跟他说啊 我说为什么被动元件 它是有机会的 因为台北股市里面 那么多的股票 那么多的族群 你要怎么去选股 你的资金是有限的哦 你不可能看到涨什么 你都要买的 又没有那么多资金 好啦就算你什么都要买好了 你这个买一张 那个买两张 那个买一张 那个买两张 你买好压啦 真的啦 你这样赚不到钱啊 那你想想看 我那时候跟他讲啊 那个被动元件里面 所有的族群里面 一半以上的公司啊 他到今年第三季的获利啊 都比去年 整年的获利还要来得好 就这个族群最完善了 就是最完整了 然后股价又在低档 所以我就说 当机会到的时候 你要赶快先把你成本压低 你要去抓这个市场的轮动 对不对 好所以你注意看嘛 11月15号上个礼拜一的时候 我会跟他讲我们会员进场 其力薪 85块多叫你去买 结果呢 股价是不是创新高 你看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被动元件每天涨啊 再来 你资金稍微大一点的 我叫你去买华星科嘛 158叫你去买嘛 啊买完之后呢 你看买在这里嘛 没有追高哦 股价是不是也创新高 啊你资金小的我也跟你讲嘛 你去买大亿吧 结果咧 股价是不是也在创新高 啊这样看节目赚不赚得到钱 我有叫你追吗 没有啊 台股今天快跌300点 华星科今天没涨 但是我买在这里 你要担心什么东西 我问你你要担心什么东西 哎你还在赚呢 好这些都过去了 接下来的轮动会在哪里 好我们今天测标写得很清楚啊 被动元件没有结束啊 刚刚我说过嘛 所有的族群里面超过一半以上的股票 今年第三季的获利都比去年一整年还要来得多啦 那股价都还在低档啊 你筹码这么稳定的股票 所以你整个台北股市的撑盘方向会放在哪里 被动元件 那我今天测标就写的啊 我说被动元件还有第二波的补涨 我预计下个礼拜它应该要动 什么叫做第二波的补涨 各位你仔细看嘛 这波第一波的上攻 先议什么比较大型的个股上去嘛 国聚也好 华星科也好都上去 当然涨上来之后创新高之后 最近稍微有点震荡嘛 可都量级缩 融资也没增加 那从本来很稳定啊 第二波被动元件要补涨的方向 个股标的指标在哪里 同样我是接你啦 你稍微注意一下另外一档个股啦 这档个股它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 它叫做3026的合生堂 你看它去年一整年赚8块3 到今年第三季的时候它赚10块多 它整个获利到今年第三季又比去年多 对不对 可是我问你啊 核生堂最近有没有让你看到上去 没有啊 你看融资都在减啊 但是筹码很稳定嘛 所以呢台北股市的称盘指标 还是放在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第二波要准备攻击的股票 指标在哪里 在核生堂 只要核生堂这个地方只要补个量稍微上去 我跟你讲其他的被动元件还会跟着往上冲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当然你说老师我资金没有那么多 甚至于你想要找快一点的被动元件 我建议你这里有一档 比方说这档个股 这档第二波准备要攻击的被动元件 比方说这档个股 去年赚3块多嘛 今年第三季就比什么 比去年赚了还要来得多嘛是不是 好那你注意看 从整个股价的形态来看 台北股市从10月开始谈 可是它从8月份开始就一直维持区间 那你台北股市呢 8月份的时候还跌下来嘛 可是有些股票他们不跌 他在那边跟你走区间 再走一个扩底啊 融资也没增加嘛 反而近期法人还有开始偷偷吃慢慢买 那这一类型是属于 本应比只有11倍 它是属于下一波要补涨的被动元件 而且速度会很快 帮你看到今天的盘跌下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做什么动作 我会员在布局第二波 准备要补涨的被动元件 那我今天还跟会员讲 你慢慢买吧 你就慢慢买 今天跌下来反正有低点你就慢慢买 我们尽量把我们的成本压低 当它一过紧线的时候 我跟你讲这档个股一攻击啊 它就是要攻涨你 问题是你看不懂你不敢啊 你现在还为你追高的股票在担心啊 我是觉得这样的做法对你也没什么太大帮助啊 每天做股票那边担心害怕 那你为什么会担心害怕 盘就看不懂啊 当然会害怕啊 长的时候很高兴啊 敌的时候很害怕 如果这样能够赚得到钱 我跟他讲啊 你早就大富翁了啦 问你是不是到这个时间 你为什么做那么多你还是赚不到钱 因为高点你不会跑嘛 该买的时候低档你又不知道要买 那每天又想要低买高卖 全部都做不到 但是我们所有的操作 我就跟他讲啊 我一定把你成本压低 拉高的时候我一定有卖 那当然这个盘呢 我说目前我还是先把它看作区间啊 那这区间盘的重点就是抓轮动 那轮动呢 我们刚才也说过嘛 被动援近有第二波要补涨的个股 我都帮你选好了 我们也开始进场吃货 如果说你掌握不到的 你就跟着一起啦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 其他的次族群啊 也会跟着走轮动 这个轮动方向呢 待会我再来跟大家做解说 好不好 那当然今天盘跌下很多人会很担心 那我跟他说过 我希望我的分析对你有帮助啦 我也不是靠盘感啊 以前很多人不是跟你讲 我盘感我觉得怎么样 结果会员死光光 不是嘛 我也不是那种神经病的那种解盘法嘛 至于股票跌翻天 然后每天去抓那个涨的股票 跟你讲这不能买那不能买那不能买 你看节目就已经看错了 你怎么赚得到钱 我的节目可以让你看节目就赚钱 到底谁能帮你 稍微自己去想一下啦 如果还跟不上这个脚步的 我是建议各位啦 我们有一个股价期二合一的体验价 那这也不增加你的负担啦 能赚我要尽量帮你赚啦 为什么 因为快过年啦 这时间里你都赚不到 还在一直赔钱 还在那边等解套 你要怎么过年 对啊 你要怎么过年 盘涨了快2000点 你还在等解套 更何况盘跌下来呢 股票还继续跌 那都没什么太大意义 好不好 那这个方案 有名额限制的 我预计啦 应该到底说 最慢大概下礼拜 就应该要结束了 所以呢 农历年前能赚 我们今天帮你赚 我希望能帮你过个好年啦 那或者是 你手上套牢的股票 我希望能帮你搬回一层 好不好 古佳琪二合一体验价 名额限制之内 打电话进来 欢迎你来练询问 待会我们就来看 接下来的轮动会在哪里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那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好 洪荣在现场 台北股市间突然出现那种大跌的一个现象 跌了快300点 整个指数就被打趴在地上 好不容易台股从10月份终于谈起来了 可是今天这一根长黑你会发现 这一段过程里面今天跌最多 对不对 那怎么会这样 好 我跟他说过 很多东西都是跟国际金融有关 不是什么靠感觉 那我们都是帮你去分析未来 所以礼拜一的时候跟他讲过 美股会破月线 那是10号就讲 然后我说通膨的关系会影响到美元 美元创新高 这一定会影响亚洲股市 那台股要怎么看 我昨天跟你说了 台股最慢大概12月上旬破月线 结果今天又破月线了是不是 所以这都要说月线它本身就不是支撑 那当然这个盘我们还是预计 先把它看作一个区间 好 我们先看一下区间 因为两个重要的一个讯号 一个是外资期货的仓位跟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也还没破前低 那外资仓位 我们就看它后面要怎么增加 所以先看一下区间 那既然是走区间的话 当然抓轮动很重要 那什么叫抓轮动 那各位不是涨的股票你都要 因为我说过 我们会员的等级有 资金就是大中小 普特尊这三个族群 从20几年来投顾就是这样 那很多人老师就给它延伸 普特尊完之后呢 我跟你说单股 单股做不赢就是双股 这样就无足了 哎呦 双股好像也很难做 好再搞一个当冲 当冲这样加起来就六组了 你不能只做短线 你还是要搭配波段 当冲再加其他股票 又变成七组了 然后每次在行情不好的时候 一堆老师就跟你讲 我总统会员 我VIP会员 什么我清代会员 我就跟你说那都骗人的 你能够赚得到钱 你组别不用太多 否则到时候会造成什么 老师在电视上讲的 你都没有 这样我就不用参加了 你讲了我都没有 我干嘛参加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大家说过 台北股市的走势 我多空分得很清楚 该买该卖 该怎么去抓轮动 我都分得很清楚 万八叫你卖 这一段跌下来的时候 我就说你是我会员的 那时候我们把资金放在中天 你看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放中天 九月中的时候我放合一 是不是都大赚 是不是都涨上去 台北股市好不容易 十月份要开始谈 十月十四号还没有动 之前这一天 我抓敦泰 我有买有卖 我抓东升 买完之后加码 你看涨停满 几乎快两只涨停满 高档卖 茂林低档买也是高档卖 还有呢 之前帮你抓的台通 低档买完拉高我也卖 我都有卖 好 我有卖 我不是说只有叫你买 低档叫你买的中阳光 加码的中阳光 第二只涨停的时候 我也开始调节 是不是 当你能够有买有卖 你去抓这个轮动 你持股就不会一堆 所以我会员持股不多 而且我们都买在低档 所以你会发现到 尖盘跌光我什么事 该卖的我都卖了 后面爆的股票 低档买 创新高 我也是赚钱 低档买创新高 我们也是赚钱 这些低档买 也是创新高 也是赚钱 那接下来你要去抓 这个盘面的轮涨 什么叫轮涨 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被动元件会有第二波 补涨的机会 前面的被动元件叫你买 你又不买 后面还在涨 看你要不要买 后面的股票我帮你选好了 刚刚我们说过了 今天我们一开始进场 跌下来我进场买 反正你大家不敢买 那最好你就不要买 让我会员先吃 你等他过紧线之后开始攻击 他一攻击就是涨停板 赶快跟着一起来 真的你想想看 你注意看 这两天我就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在研判这个盘的时候 我说未来就是偏区间 那你这样偏区间 我说有些股票 它不受指数影响 所以后面还有另外一些新的 一些次族群的轮动 对不对 我11月23号我跟大家讲 下一波的轮涨攻击股 11月底12月初会有波段走势 周线上面在做收链三角形 结果呢 这两天周线上面 已经涨起来了 那股价是不是上来了 第一档买加码已经上来了 你可以仔细看 昨天我跟各位讲一档个股 平均只有三倍 你上半年获利是去年的六倍 同样还没动 没有动老师你叫我买 对 因为今天盘底又怎样 他股价也在动 股价在动 你看都已经要过前高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的操作很稳定 因为我认为 今年的行情 有涨有跌 那种大涨大跌的盘 很多人真的是富贵险中求 我希望能给你的是富贵稳中求 更况来到那个 已经快接近到年底了 今年快结束了 过年在2月1号 剩下最后这两个多月 你不好好地做 我问你那过年要怎么过 更况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股票还在套牢 你去参加那些老师 自己的股票套牢套翻天了 每天去骂那个涨的股票 我说那叫做神经病解盘法 这样的分析对你没帮助 那个节目对你没帮助 好不好 后面的轮动我帮你选好了 但是你要赶快切入 我们尽量把成本压低嘛 后面涨起来的都是你的 好不好 所以 齐家股二合一体验价 这几天就要结束了 那绝对不增加你的负担 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礼拜一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